大埔新達廣場麥當勞 星期二下午3時多發生塌天花意外 取餐處前的大幅假天花和圍板塌下來 摘到一個62歲的男顧客 他腳步流血受傷送軟治理 據了解當時餐廳內正進行裝修工程 不過在意外之後麥當勞貼出告示 餐廳已經暫停營業